梅根·马克尔·拉丹·马特拒绝参加讲语9月17日 在洛杉矶举行的下个月的爱美奖颁奖典礼 尽管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很可能会在美国与丈夫哈利王子进行下一次国际访问 据报道 在这次旅行中,梅根·马克尔会见了疏远的父亲托马斯·马克尔,一位好莱坞消息人士告诉太阳报,我们原本希望梅根能够出席B高叶塔的西装粉丝和同事,演技高管和美国家广播公司NBC向哈利王子和他发出邀请,邀请他们与身边最大牌的明星一起庆祝,与他的娱乐圈朋友见面,甚至还会送上一份荣誉。 但梅根没有参加,节目主管被告知他礼貌地拒绝了邀请,梅根在剧中出演了六集NBC从2011年到2017年,这位37岁的演员在这部美国法律剧中饰演雷切尔赞恩,他的几位搭档出席了他5月19日的婚礼,其中包括帕特里克·贼亚当斯,他在剧中扮演了荧幕情侣迈克罗斯, 和吉纳托雷斯·吉纳托里斯·梅根的最后一集在皇家婚礼前几周播出,凯瑟琳·海格尔·卡特·海格尔取代了他的位置。 从那以后,公爵夫人就不再演戏了,而是选择专注于慈善和宣传工作,因为她现在是皇室的一员。 公爵夫人在5月19日与哈利王子举行婚礼,前退出了演艺圈。 在地NBC拒绝就邀请置评,堪行断工也选择不予置评。 梅根·麦根和哈利·哈利·哈利计划下个月去美国单独旅行,据报道他将在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万事。 Invictus 游戏运动会之前会见74岁的托马斯·马克尔,Thomas Markle神父,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大都会,Cosmopolitan,我们已经讨论过重逢的可能性。 麦根看来会把他融入他的旅行中,托马斯显然会在月底安排两次约会,以便从墨西哥的家到洛杉矶去见他的女儿。